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我是连招词 您习惯在电脑桌前动动手指上网购物吗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不爱出门 偏爱上网买东西 根据资测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调查 台湾网友平均网购消费总金额 在2011年每个人平均是11326元 光是去年台湾网购市场就高达了2600多亿台币 如果再把范围扩大 全球网购市场在明年2013年 将会突破16兆美元 商机之大 网购市场成为许多人想转行创业 重新起步的舞台 但是市场大竞争也相对激烈 茫茫网海中要如何掌握先机凸显特色 冲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不至于在网海中泡沫化 接下来华日新闻杂志要透过几个案例 带您了解他们迈向成功的故事 不过有些人的创业路不为自己 而是出自于一份父爱 我费了一整年的时间 然后从台北开始 然后整个台湾绕了一圈 哪里有名是哪里走 哪里有名是哪里拜 这样子就学出来的 可是为了小孩子的健康值得 在室温三十几度的工作室里 低头苦做纯天然手工皂的庄伯丛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每一块手工皂 它都当作是要做给自己小孩的礼物 慢慢地仔细推着切造机 速度和力道都要拿捏好 要是有瑕疵就得用这种刨刀 刨去不平整的地方 谨慎小心 如同他对孩子的疼爱 整个所有的那边的都放弃掉 然后只有这边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对家人好 对 才能够改善这些小孩子的过敏现象 那不光是我的小孩子 现在连我那些亲朋好友的小孩子 几乎都是洗这个 只为了要给孩子一块 不会伤害皮肤的香皂 庄伯丛放弃大陆事业 回到台湾 花一年时间学做手工皂 从门外汗 到现在可以自己调配精油配方 握在手上的这块香皂 虽然替庄伯丛带来 每个月40万元的营业额 但扣除原料和包装成本之后 还是没有赚头 庄伯丛说即便辛苦 只要看着孩子健康灿烂的笑容 就是赚到无价的幸福 一年2600多亿的网购商机 是许多人转行创业的第一步 也是不少人事业挫败后 重新起步的舞台 如何在茫茫往海中脱颖而出 专家建议 产品的特殊差异性很重要 另外锁定精准的目标族群 也是开创口碑的最好方法 向邱寓意积极开发团购市场 林仲勋用影片诉求产品真实 庄伯丛打造纯天然手工造 区隔一般市场 网络商机无限 只要掌握专家原则 就能成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